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原作者有道是外行看着 那行看完道 我只是一个对隋唐使之而不通的外行 我只看到了长孙皇后的贤德 却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深层原因 今天拜读隋唐使大家太抖 孟宪时教授的真冠之志 看到孟宪时教授 关于长孙皇后送证事给李世民 是为了安排身后事的高乐 顿时有听君一席话 圣炉时年书的感觉 据资质通鉴记载 长孙皇后素有契机 就是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 贞贯八年的时候 长期抱病在身的长孙皇后 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 就开始安排身后事 长孙皇后到处访求美女 终于得到了正大美女 这可正是跟长孙一样出身士族 跟长孙皇后一样美貌与智慧并重 整个人就像是长孙皇后高防板 长孙皇后看着年轻的正事 满满都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长孙皇后聚照 感谢原作者历史上有一个追兔子的典故 说的是大街上突然跑出一只野兔 人们肯定是纷纷追逐之 原因很简单 野兔是无主之物 谁都想抓来打牙记 人们见了野兔就想抓 见了家养的兔子就没有这个念想 原因也很简单 家养的兔子有主人 主人不给你就不能抢 追野兔的故事 经常在大臣劝皇帝立太子 或者立皇后的时候被抬出来 意思是让皇帝早点把民分定好 不要让别人有非分之想 长孙皇后知道自己不行了 把正事推荐给李世民 就是为了防止身后发生追野兔的情况 长孙皇后的意思 是想让正事填补自己离世后的空缺啊 李世民对正事也是非常满意 一出手就册封正是魏冲华 唐朝的李治 皇后是天下之母 尊贵到了极点 所以没有品级 皇后之后 贵妃 淑妃 德妃 贤妃 魏四夫人 品级是正一品 昭仪 昭荣 昭苑 修仪 修荣 修苑 冲仪 冲华 冲苑合称九品 品级是正二品 魏征俱赵 感谢原作者李世民 一出手就册 封正是魏二品冲华 这是什么概念呢 李世民晚年最喜爱的徐会 刚进宫也就是个五品才人 日后呼风唤语 星月可得的武则天 刚进宫也是五品才人 李世民给即将进宫的 正是二品冲华名分 说明李世民是真的喜欢正事啊 李世民聘正是魏冲华 是先发了诏书 然后准备得即日接进宫中 这个时候 魏征来找茬了 魏征听说正是收了陆爽的聘礼 跟陆爽有婚约 只是还没过门而已 在古代的时候 只要是收了聘礼 不管有没有过门都算是有夫之妇 魏征抓住这一点作文章 要求李世民取消册封正事的诏书 让正事嫁给未婚夫陆爽 徐会会聚诏 感谢原作者聚资质通解 卷一百九十四 唐记第十记载 魏征要求李世民取消册封正事的事情 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房玄陵等人认为李月征伐自天自出 皇帝的圣旨大于民间的婚约 所以对李世民说 女配陆氏 吴贤壮 大理极刑 不可终止 魏征和房玄陵争的面红耳赤的时候 陆爽出来说话了 陆爽上书李世民说 当年我爸爸给正人积钱财 不是给他女儿的聘礼 是朋友之间的金钱馈赠 正是跟我没有婚约 他不是我的未婚妻啊 武则天俱赵 感谢原作者李世民 是真的喜欢正大美女 他是真的不想放手啊 李世民看了陆爽的斗争 问魏征该怎么办 魏征回答说 陆爽是怕陛下打击报复穿小鞋 所以才为心承认与正事没有婚约啊 比以陛下为外遂舍之 或殷家罪遣 顾不得不让儿 在房玄陵和魏征争论的时候 长孙皇后是一言不发 原因很简单 长孙皇后总不能满世界说是 想让正事填补自己身后的空缺吧 这种事情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啊 再者说了 长孙皇后原先肯定不知道正是许佩路爽 这件事情 她确实是理亏的 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李世民陪礼道 且取消了册封正是魏冲华的诏书 让正事嫁给陆爽了 这件事情过了一年多以后 长孙皇后还是没有战胜契级 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李世民整天思念亡期 就在宫中建了一个高台 眺望长孙皇后的灵性 李世民不但要看长孙皇后的灵性 还动不动就尚气之 韦贵妃聚照 感谢原作者为了不让李世民伤心过度 后宫之首的韦贵妃 也贤得了一回 韦贵妃搞了个选美活动 招了一批美女进宫服侍李世民 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武裁人 孟建石教授说到这件事情时评价说 要不是魏征把册封郑冲华的事搅黄啊 估计就没五妹良啥事了 对于孟建石教授的观点 逼着深表赞同 要是长孙皇后安排的郑冲华进宫了 她肯定可以得到李世民的宠爱 就不会有为贵妃选美的事情 古人嫁得早 如果为贵妃不选美的话 五妹良过不了一两年 就会找个官患子弟嫁人了 就不会有日后的则天大圣皇第五兆了 只可惜 历史没有如果了 参考书目 贞观正要 资质通鉴 新有两堂说 随堂往事系列贴文 由王复兴原创 马似不义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北图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有關的 过去 谢谢观看